最近在有民众尝试网络贷款 结果差点坠入骗局 来自以保的年轻商人黎先生 为了扩转生意向银行申请借贷 不过以失败告终 随后他在社交媒体发信一家网络借贷公司的广告 声称要求不达标也可以贷款 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试申请 并在不久后接到该公司的电话 通知申请的一万五千令吉贷款已经批准 不过必须缴付一千三百多令吉的手续费 黎先生惊绝不对劲 当场取消贷款 结果反遭对方恐吓 所以他就跟我讲 不要的话你要给五百块的手续费 OK 所以我就讲我没有钱 我不要这个论中午还要给钱 他讲他processing那些费用 他是要插水我 我讲我不给他还要恐吓我 然后我就讲我去报警 他就跟我讲你去报警也没有用 在马来西亚有钱就可以了 目前市主已经报案 同时向民政党寻求帮助召开记者会 警惕民众不要轻易相信网络贷款 因为他是条件18岁以上就可以去申请贷款 但是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小的他会比较害怕 然后他不敢报警类似的就去用很多方式 我最害怕的就是如果他们无法就交这个款 他们选择去请生 可能去自杀这样子会导致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民政党宜保东区副主席直邝荣表示 类似的骗局也出现在网络购物 他呼吁受害者挺身而出 向政党寻求协助 借此提高社会警觉 MTV7霹雳采访我到 结果你太阳情理 就是说你们 接下来 感谢观看